嗨,我是狗一路 很多主人都因为狗狗会在家里面 随便乱大小便而烦恼 然后怕它一直这样乱大小便下去 弄到整个家都臭臭脏脏的 就把它用关紧币,关笼子,关阳台的方式 很可怜的养着 然后开始对它失去信心 觉得别人家都会自己大小便的狗狗 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好狗狗 然后自己这个笨狗 什么都不会,连大小便都不会 真的是这样吗? 错!没有训练不了的狗狗 只有不会训练的主人 今天就让我来教你 怎么让狗狗开开心心的定点大小便吧 最早的狗狗是生活在户外 所以在一片草原上面 这边尿尿,那边大便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狗狗很能适应跟人类主人一起的生活形态 所以要让狗狗依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大小便 只要照着以下的步骤 就一定可以达成哦 步骤一,选定地点 首先你希望你的狗狗在家中什么位置大小便 就先在那个地方铺上尿布垫 一开始,如果来不及买尿布垫 可以先用报纸代替 但是有些狗狗会咬尿布垫 那就可以准备可放置尿布垫的尿盆 OK,以上这样 上厕所的位置就算准备完成 步骤二,准备奖励品 你知道你的狗狗最喜欢吃什么零食吗 吃肉干还是小馒头呢 在准备教他尿尿之前 先帮他准备一个超棒的奖励品吧 而这个零食奖品也要设定为平常都吃不到的哦 只有尿堆的时候才会有哦 这样他会为了得到这个奖上而更容易学会 哦,还要小提醒一下 这个奖励要把它变成小小的 像是一颗饲料大小就可以了 不要给他太大的奖励品,像是一整根鸡腿 一整大块的肉都不太适合 狗狗判断他的奖励是认数量的 同样奖励一块肉干一大块丢给他 他会觉得是奖励一次 但如果你把这块肉干分成十小块 然后连续给他十小块 他会觉得是十次的奖励哦 也会觉得是十倍的开心跟成就感哦 然后尿对地方给奖励 那尿错呢?尿错吊起来打! 好啦,我乱讲的 尿错的时候不可以骂他或处罚他哦 连一点点的不爽感觉都不可以哦 就默默的擦掉就好 要不然以后狗狗可能不敢在你面前上厕所 会让训练变得更困难 然后尿错的位置要彻底清洁去除尿味 才不会让狗狗有一直想要在这边尿尿的欲望哦 步骤三 细心观察 接下来就是要好好的观察狗狗什么时候要上厕所 狗狗在想要上厕所之前都会有一些举动 他可能会很焦躁急躁 走来走去到处闻闻闻 或是在他想要尿尿的地方开始转圈圈 那都是狗狗准备要上厕所的前照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他带到 或是抱到你想要他上厕所的地方尿尿 我们也可以观察狗狗平常想要上厕所的时间点 像是早上起床后 喝水之后 吃饭之后 常常都会是狗狗想要上厕所的时机哦 步骤四 限制范围 如果我们是可以随时看着狗狗 那就在狗狗想要上厕所的时候 带他去对的地方 如果像是有些主人 平常要去上班不在家 不能随时看着狗狗 那就要用限制狗狗的活动范围来训练他 这样可以避免狗狗到处乱尿 又可以让他在指定范围内尿成功 而范围限制可以这样子配置 我们可以用围栏将他围起来 而这个范围内 有他的睡觉区域 玩乐区域 也有尿尿区域 而狗狗其实天生是很爱干净的 所以他不会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尿尿 所以他会在睡觉之外的空间去尿尿 而这样的布置 可以让他很容易的就尿在正确的位置 又或是你想要你的狗狗在你们的厕所尿尿 那就可以在他想要尿尿的时候 带他到厕所去 哦还有一个小秘诀 如果狗狗散步的时候 有盖其他狗尿的习惯 可以拿尿电沾一些其他狗狗的尿 狗狗也会很想要用自己的尿 盖过别的狗尿 而顺利尿在垫子上哦 五 耐心等待 不管是什么范围 或是厕所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等待 因为一开始狗狗可能不知道 你要他在那边干嘛 所以有可能你跟他会在那边干瞪眼 或是他会东闻闻 西走走 有时候要等到他想要尿尿的时间 可能半小时 甚至一两小时 或是更久 所以耐心等待 是很重要的 很多主人的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等不下去 然后一放出来 就尿给你看 就整个破功 然后主人也很灰心 就变成了恶性循环 所以就给他多一点时间 慢慢的等他吧 步骤六 给奖励 还有大大的称赞 等到他尿在你希望他尿的地方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是要冲到冰箱拿香槟 然后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说 诶我的狗狗尿对啦 然后好好的庆祝一番啦 好啦我乱说的 一定要在他尿成功的第一时间 就马上给他 他最喜欢的临时奖励 然后用高八度的狗语 好好的称赞他好棒 只要这样成功两三次 狗狗很快的就会定点尿尿 然后大便也是一样的方法 然后在他尿成功之后 每次他尿尿的时候 就可以搭配尿尿的指令 就在他正在尿的时候 一直跟他说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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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狗狗的脑子里面 就会把定点尿尿 跟超纲的零食 跟主人的赞美 还有尿尿的口令 全部画上等号 所以以后你想要他尿尿的时候 只要跟他说尿尿 狗狗就有很高的几率 自己跑去尿尿 然后跑过来跟你淋上 这样就变成一个超完美的循环哦 有些主人会想要让狗狗练习在户外上厕所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毕竟亚洲地区 不像欧美人士养狗 有大空间还有良好的天气 让狗狗能够随时在户外上厕所 我们常常会碰到台风天 下雨天 而狗狗出门上厕所 是很不方便的 然后加上狗狗天性喜欢在户外大小便 如果练成了之后 就很难再练回室内大小便 那就会有憋到抱的状况 所以亚洲狗狗都还是建议 练习室内定点上厕所会比较好哦 很多主人训练狗狗定点上厕所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舍不得把狗狗限制在围栏里面 然后就放出来乱大小便 再很辛苦的帮他插来插去 那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 失败的原因 也很有可能是看不懂狗狗的尿尿讯号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尿尿 常常错过尿点 而幼犬其实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幼犬憋尿能力很短 最短可能10分钟到半个小时 就要尿一次 一天可能尿十几次 所以很容易抓到机会去尿尿 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尿对了 然后就得到奖励 然后就练成了 当狗狗在一定的范围内成功后 就可以慢慢缩小范围 从四片尿不点变成两片 两片变成一片 很快的他就会变成一个 自己会定点上厕所的乖狗狗 然后这样就训练完了吗 哦不 学会之后 尿队一样要称赞还有奖励哦 就算Emma从练会定点尿尿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每次尿尿完 还是会跑过来跟我领小馒头 有了奖励跟赞美 狗狗也会对自己尿得很棒 很有成就感 然后一直保持下去哦 哦 补充一点 如果你是新手狗主人 刚刚得到一只幼犬 就会卖你一个铁笼 然后要你把狗狗关在里面 还跟你说 没有打完预防针 尽量扫出来哦 千万不要这么做 让狗在里面睡觉吃饭大小便 这样会让狗狗有巢穴观念错乱 跟屎尿睡在一起 狗狗也会很不舒服 不符合狗狗的天性 但是如果他习惯了 以后训练起来 就会难上加难 你家的狗狗 会定点上厕所吗 你是用什么妙招教会他的呢 请留言跟我分享哦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狗狗鹿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